當然十四顆祖星通通都會有外遇 也通通都會有桃花 那這組星藥呢 是我們相對來講 講說這組星藥 它是比較安分的一柱 好 大家好 各星藥啊 它所在本命敷氣功 會代表這個人對感情上的態度 所以這一系列呢 講了這麼多集 有許多網友敲完那個 無曲戲我們會講到 那我們今天開始就來講無曲系列 無曲呢他會跟 七薩破君貪狼 天象跟天府 同工然後跟貪狼對共 我們今天呢 從最沒有桃花形的 無曲七薩開始講起 無曲呢 他是四話俱備 他那個 陸權科技都有 那還是跟大家講 本命的夫妻功討論的是我 基本上對感情的態度跟價值 不是 我老公怎麼樣 不是 我會嫁給什麼樣子的人 大家切記這件事情 大家切記這件事情 你不會 一出生就是這個樣狀況 你不會一出生 你固定的就是要選擇 這樣子的人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要選什麼樣的男人坦白說 那是你自己決定出來的 對不對 你要選到渣男 那是你自己選的 對啊 你可以拒絕他 你幹嘛不拒絕他 所以這個 大家要切記 不要讓命理學 流到 宿命論裡面 你不要用命理學來去解釋你自己的無知 來去用命理學來去 那個 幫你自己不願意好好面對感情去背黑鍋 五曲七薩 有七薩星呢 七薩星的對公一定是天輔星 那五曲跟七薩呢 他會固定在這個位置 五薩 對公就一定是天輔 對公一定天輔 那有可能會顛倒過來 那這組星藥很好玩 這組星藥 就是我們常說的 那個 大概十四顆祖星 通通都會外遇 也通通都會有桃花 那不管你怎麼合 或是三合之類的 那 看的是多跟少而已 那這組星藥呢 是我們相對來講 講說這組星藥 他是比較 安分的一柱 因為他整條線上都沒有桃花星 天輔屬土 然後無許跟其他屬金 都是那種很安穩的 這樣怪怪 那他是不是就 因為這樣呢 都不會有問題呢 這個其實我們常說 我們容易在 感情重心上面 陷入一個 字面上的解釋 古書告訴你說 七薩星 是一個容易外遇的星藥 那為什麼他跟無許放在一起就不會 那單獨的七薩呢 那個人呢 你去問他 你是不是常在外遇 他也跟你講他不會啊 那你去問哪一顆星 他會跟你講說 沒有我好愛外遇 不會有這種星藥 會不會有 可能也是會有啦 但是很少數啦 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去承認這件事情 大部分人都覺得 自己的那段愛啊 不管 我是不是劈腿 我都是真愛 絕大多數人都是無恥 當然有極少數的人覺得 沒有 我劈過去只是想要鍛煉身體而已 極少數人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講說無許欺煞他就一定是一個很安分的 一定是一個不會有什麼感情上出軌的這樣子的人 因為有的時候他出那個軌 他覺得那一軌才是真愛 這一軌就斷掉了 我火車沒辦法走 我只要找新的這一軌 他出軌是因為這個樣子 那這個時候他還是真愛啊 他還在追求他的真愛啊 所以你不能 用表面的這種 價值來去評論他 所以當他有足夠的那個桃花心 比如他加了文曲加了軟洗 然後 桑司任加了什麼天堯 賢詩啊 還是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 而且呢 他更會讓人家覺得說我是剛正不二的 但是呢 我私底下呢 我有很多 很多的那種想法 我們當然不可否認說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呢 這個 無曲欺煞 當他放在夫妻宮的時候 他的對公是天府心 天府心是一個 什麼事情都希望自己可以控制在手上 安安穩穩的一個心要 所以 我希望感情是穩當的穩定的 當然他如果覺得他現在 因為 這個是本命盤 你會受運線影響嗎 我如果覺得我現在這個男人 沒有辦法讓我有穩定的感覺 那我也會想要走 我會努力的 去做到最穩定 努力的去做到 盡可能的去 去為感情去做到努力 可是如果 對方真的讓我覺得 我實在是不行 我也會很認真的去考慮說 你看起來就是個渣 那我還是走好了 你看起來就是個媽寶 那我還是走好了 他會很務實的去考量 這段感情呢 可以帶來給他一個 好的生活 甚至於是 很偏向在 實際的金錢上面 那不見得你要給他 可是你不曉 不能讓他覺得 在金錢上是沒有安全感的 這個是無許欺煞 主要的 狀況 那當然他也會 碰到他喜歡的人的時候 他其實 也會很清楚的表達 讓對方知道 算是 比較 直來直往的 在感情上的態度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 他無許會四 四話都有嘛 對不對 當他如果是無許劃露的時候呢 他在情感上面 他就會 希望自己 在金錢上面 他基本上 對感情的對象 在金錢上算是大方的 那缺點在於說 他這種大方 會讓人家有的時候覺得 太直來直亡了 我沒辦法陪你 那你要跟朋友出去 OK那我出錢 出錢你還不滿 奇怪 他就會覺得 那我已經做了嘛 如果他沒有帶到桃花信的話 他沒有辦法 很有手段的去 給錢 排除掉這個之外呢 他算是在金錢上算大方的 對於 自己在 感情的經營上面 如果他畫權呢 畫權也一樣大方 畫權一樣大方 可是呢 畫權的大方呢 他會有個小缺點 就是說 我對你這麼好 你要什麼都買給你 為什麼你不能乖乖聽話 因為這樣 而希望在感情上面 有高度的控制權 態度上也會比較 更直接一點 如果運線中間還碰到畫技 他更會覺得說 我都對你這麼好 然後那個什麼都照顧你 那什麼都為你努力 你為什麼 不能在感情上面尊重我一點 或是在乎我一點 或是 聽話一點 我這錢真的畫了不甘願 他反而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畫科呢 畫科很像畫路 他也會給 然後也會付出 那小缺點是呢 給跟付出的過程中間 他隨時拿出來講 那這時候會有點不舒服 因為感情上面 大家那個禮物送來送去 或是 金錢的彼此的交流 你要拿出來講 這個是畫科的小缺點 那最後一個是大家比較擔心的畫技 如果呢 他的夫妻公 他的夫妻公 剛好是舞曲畫技的話 他一定任延伸 所以呢 他的天良心 一定是畫路的 這個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 他的那個天良心 會是在他的子女公 這邊如果是 夫妻 命凶夫子 所以 這邊呢 會是同梁 然後同天良會畫路 入隨即走 基本上啊 當他舞曲畫技在夫妻公的時候啊 會不會為感情花錢 會 然後會不會 去追求感情 會 可是呢 他就會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呢 要能夠 讓他有家的感覺啊 要能夠 對孩子很好啊 要能夠幫他 打理好他的家庭啊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 當我付出的同時 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要給我一個 很好的家 而且是讓 我覺得很開心的家 很可以受到保護的家 那所以相對來講 你就會知道說 如果是無曲畫技的人呢 你要怎麼搞定他 就是在這種 家庭氛圍上面 讓他覺得 很不錯很被照顧 那他就很乖的聽話 那怪怪的把錢拿出來給你 好 那怎麼你們問說那個 子女公是不是新生活 對 也是 也要好好滿足他 好 以上呢 這個就是 無曲跟七薩對共是天賦 他們要的呢 就是希望感情可以 很清楚的 務實的握在手上 他要的不多 他希望感情呢 都是可以 很簡單的 不要那麼複雜的 然後可以彼此的 照顧 他要的就是這個樣子 而已 那也許有的人覺得說 啊老師 可是感情不都是這樣嗎 沒有 他們就是很清楚的 要 東西要簡單 我就是跟你在一起啊 那我錢可以給你管 我可以給你錢啊 但是他的感情就是這樣而已 只要他沒有桃花心 你就會有時候覺得他有點無趣啊 但是人就是如此嘛 你希望這個人風趣幽默有趣 那他就有可能花啊 因為他桃花心嘛 你希望他乖 你就不能嫌他無趣嘛 我許是他算是很乖的一組 但缺點就是讓人家覺得有點 相處久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多的 感情樂趣的成分在 但相對來講 所以我許是他有點像是 那種國民車 你說他 有很漂亮嗎 沒有 然後有很 性能很好嗎 也還好 但他物美價廉 好維修 感情是一種人的選擇啦 這是 無曲欺煞 接下來呢 除了這一組之外啊 無曲 接下來就跟 很多 桃花心放在一起了 那個時候呢 他就會 很不一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